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用自然医学来治疗癌症 尤其是癌末患者呢 癌症末期患者 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本身做自然医学已经有十年了 可是我以前是西医师 做了临床西医学三十年 曾经在加护病房外科麻醉科急诊科服务过 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因为西医师为什么会变成自然医学的医师呢 不开药不吃药不打针 这个就是要由我本身的一个经历来说起 因为我曾经生了一场大病 结果呢 用药没有效 用自然疗法才好起来的 大概在十多年前 在我还是当急诊科医师的时候 我就有一天发生了这个糖尿病昏迷 饭前血糖高到500 正常是100以下 饭后呢 破表超过1000 糖化血色素 13.5% 正常是低于6个% 我当时当然是用吃西药了 没有效 打胰岛素也没效 所以有大概好多年的时间 我的血糖都是维持在 十五百之间 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绝望 因为我非常清楚 如果血糖一直这么高 几乎难以逃过瞎眼洗肾跟节肢的命运 最后呢 我就是用这个自然疗法 就是断糖生通饮食 加上吸入水电解清氧气 然后才把自己治好 虽然糖尿病还是不能够吃淀粉 可是呢 我已经不用吃药 也不用打胰岛素 可以把血糖维持在正常的程度 糖尿病对我来讲 已经是过去的历史 后来我就慢慢的摸索 创造了 建立了一个叫做中道自然医学体系 中道自然医学呢 它就是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范围里面 它包含了这个西药 西医 中医 自然疗法 营养学 还有生活习惯病 还有各种道家的工法 还有这个宗教 心灵科学 等等 所以我是打破了西医跟中医的界限 还有自然医学的翻离 我是深刻的认为说 医学是不可以分中医西医的 真理只有一个 最主要就是说 要能够把病治好 不是说 你给人开了药就好了 所以 我现在就是说 变成一个叫 你浓我浓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应该分中西医 这个就是我认为最值得 这个大家理解的地方 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用中道自然医学来治疗癌症 我是不建议用任何药物的 因为百病同源 百癌同源 百癌同疗 我们只要把癌症的原因去掉 癌症就有可能就会消失 1931年 诺贝尔奖得主 Dr. Arthur Warburg 他就提出来说 百癌同源 百癌同疗 就是 细胞内酸中毒 是癌症的一种 最重要的致病原因 不管 你得到癌症的 原因是什么 精英一定是细胞内酸中毒 他在这个理论呢 一直不是很被所有人接受 一直到 2012年 有一位作者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 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就是说 癌症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大家才确认了 Dr. Arthur Warburg的一个说法 细胞内酸中毒跟自由基中毒呢 就是新陈代谢 失调的一种最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 癌症的源头就是体质内过酸 还有累积过多的自由基 所以我们治疗的核心呢 就是要排除细胞内的酸跟自由基 我们怎么排除呢 后面会提到 可是我们可以证明 用尿里面的酸跟自由基 看有没有排出来 检验尿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排 就是要把细胞内的酸排到 没有酸 细胞内的自由基排到没有自由基 所以我们说上医去掉原因 下医才是治病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做化疗放疗 如果没有把癌症的源头 酸性体质 自由基矫正的话 其实它这个治疗方式会打非常大的折扣的 至于说怎么样去掉那个细胞内的酸跟自由基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水 可是我不是叫你喝水 我是说水一定要电解成氢跟氧 这个也就是我把自己糖尿病治好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然后呢 把这个水电解气吸到身体里面 它在你的细胞就又再变成水 把你身体里面的自由基跟酸冲洗出来了 就好像你洗马桶 洗厕所一样 用水冲洗 可是因为水是不会浸到细胞里面的 它就是要变成氢跟氧 才能够跑到细胞里面去 所以它最重要的不是氧 因为在空气中氧有21% 氢是十亿分之五百非常少 所以我们制造了比较大量的氢 大概4%左右 把它吸收进来 到身体里面 所以就是说氢才是其中的主角 不是水 水是没有办法跑到细胞里面去 把自由基排出来的 氧也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氢是怎么一个地位呢 我们来看日本研究氢已经研究了20年了 他们终于在2016年12月1日开始公布 日本的后生神说氢它是一种医疗气体 可是呢 我们台湾没有人在研究 我们已经落后了日本很多很多年了 不但没有研究 在日本 氢气是一种医疗气体 你可以说它用来治疗癌症 它对癌症有效的效果 根据他们发表的论文是说大概75% 会有效 对癌症病人 可是呢 在台湾 我们 亲戚只能说它是一种保健气体 你不能够说它有疗效 说有疗效是违反法力的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要做亲戚 最好到日本去 不然你就是要 不能说它有疗效 为什么会强调癌末 而不是一般的癌症呢 因为我本人虽然是西医师 以前也帮人做过化疗 也有开过癌症的刀 可是呢 目前我们是做自然医学 一般人就医的习惯 通常都是到这个医学中心 或者大型医院 得了癌症去看专科医师 而不是看自然医学 那来找我们的患者呢 通常都是等到医学中心的医师 他们认为说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 已经化疗的药已经用到 没有药好用了 或者是建议他做安宁病房了 他们才会来找我们 做一个尝试这样 那当然也有一些刚发生癌症的就来 大概只占我们几百个病人里面的 百分之十而已 提到这个癌症 那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阿兵哥病倒了 所谓阿兵哥就是癌杀手细胞 就是癌的自然杀手细胞 我们叫NKTcell 没有办法打仗了 就好像我们国家的军队 已经不打仗了 就让这个敌人入侵 让坏人作乱这样 所以我们要营造一个 对癌细胞不友善的环境 让癌细胞活不下去 同时呢 更要建构一个对健康 对这个癌杀手细胞 健康友善的环境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思想中心 要怎么样才能够建造 营造一个对癌细胞不友善的环境呢 我们来一个一个 一项一项讨论看看 第一就是饿死癌细胞 因为癌细胞在先天上的切线 它跟我们的这个正常细胞不一样 它突变以后呢 结构没有那么完整 它只会代谢葡萄糖 它不会利用脂肪酸 所以呢 我们人如果不吃淀粉 不吃糖 不吃碳水化合物 身上没有了糖 糖很少 比较少就可以 把癌细胞饿死 那我们人呢 可以来吃 好油 好油变成铜 来取代葡萄糖 我们叫生铜饮食 叫生铜饮食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饿死癌细胞 这个讲法到底对不对呢 再来就是要撑死癌细胞 我们是用维他命C 因为维他命C 我们正常细胞可以利用 可是呢 癌细胞 它 无法利用 因为维他命C 它在化学结构上 跟葡萄糖长得很相像 只是比葡萄糖少了 四个氢原子而已 所以说 癌细胞 它误以为 维他命C是 葡萄糖 把它吃进去 又不能够 的利用 所以会把它撑死 那我们 的建议是说 人一天最少要吃 五公克到二十公克的 维他命C 吃完以后呢 很快的 几个小时 只要肾脏功能好 就可以排泄掉 那我们的做法 就是 会给病人 患者打 维他命C 一次打二十公克 一个星期打 一次到两次 这个是我们的标准流程 再来呢 就是减死癌细胞 因为癌细胞 它喜欢酸性嘛 那我们正常的 细胞里面是 7.2 PH 细胞外面是 7.35到 7.45 癌细胞里面 通常都在 7.2以下 甚至 6点多 所以 我们如果 能够把 正常细胞里面的 酸碱值提升 恢复到 7.2 把整个环境 变成碱性 那么 癌细胞 它就会 活不下去 第四点呢 就是要 热死 癌细胞 我们是用 生成 热疗的 观念 因为 我们人体 可以忍受 43度 以下的 高温 而不会 有什么 呃 我是说 瞬间的 高温 那我们 的做法 是说 让人体 热到 41度 C 以下 那么 癌细胞 通常 它都不耐 39.5度 C 以上的 高温 这个 很多 实验 证实了 所以 这个 图 就是说 中间 是癌症 这边 就是 饿死 癌细胞 撑死 癌细胞 减死 癌细胞 热死 癌细胞 这个就是 我们整个的 这个 治疗 癌症的 抢救 癌末 病患的 一个 自然 疗法 地图 这个就是 前面 讲的 一个 结论 刚才 我们提到 癌的 自然 杀手 细胞 我们来认识 一下 它 长得 怎么样 其实 就是 这个 就是 癌的 自然 杀手 细胞 我们叫 NKT 其实 它只是 我们免疫系统 里面的 一个 成员 而已 所谓 免疫系统 就是我们 国家的 军队 维持 治安 的 好像 海军 空军 陆军 各方面的 这个 战斗 部队 它是 免疫系统 的一员 一个 成员 我们这个 免疫系统 就是维持 我们身体的 治安 不管是 病毒 来 默菌 毒素 污染物 寄生虫 细菌 来 都要靠 我们的 免疫系统 来抵抗 我们身体 才不会 受到 伤害 这个就是 癌症 癌症 长大以后 它就会 转移 癌 细胞 长到 0.3公分 大的时候 就会开始 微转移 它跑到 哪里 哪里 就长癌 它就变成 转移性的 癌 当 癌细胞 长大的时候 它一出现 一突变 或者一转移 我们就只有 靠这个 杀手细胞 来去杀它 这个就是 杀手细胞 下面大的 就是癌细胞 这个杀手细胞 看到癌细胞 就把它弄死 这样癌细胞 就死掉了 我们身体 每天都会 产生 很多很多的 这个 突变癌细胞 都是靠 杀手细胞 来去把它杀掉的 好 这个就是一个 分解图 这个 Poferin 我们叫 传拱树 Grenzyme 是一种 分解 癌细胞的 酶 当 杀手细胞 看到 癌细胞 的时候呢 它就会在癌细胞 身上打动 打了动以后呢 再注射一些 Grenzyme 到它的 癌的身体里面 好 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 就把癌细胞 弄死了 好 然后 它又去 找下一个 癌细胞 这个也是 杀手细胞 杀手细胞 它也会直接去吃 这个 癌细胞 下面这个是 蓝色的 是癌细胞 这个是 显微镜下面 真正的杀手细胞 好 它会把这个 癌细胞 吃到它的身体里面去 还有就是 用这种方法 好 下面那个 红色的是一个 示范 是绵羊的 红血球 好 杀手细胞 本来就好像 我们的这个 突击队 海军陆战队一样 要去杀敌人的 可是呢 它自己生病了 生病了 怎么去打战呢 炎炎一息 自己就病倒了嘛 那它为什么会生病呢 其实 就是 这个杀手细胞 身体里面 出现的一些状况 尤其是 酸太多 自由基础太多 我们正常 身体里面 杀手细胞里面 它应该是 7.2的 pH 酸减值 这个 外面是 7.35到 7.45 所以说 1931年 诺贝尔奖得主 他就说了 他说 癌细胞 之所以会长 就是我们的身体 过酸 他就是因为 提出这个理论 得到诺贝尔奖 这个就是 当时的一些报道 也就是说 癌细胞 它其实是一个 在我们身体 这个是正常 normal cell 这是癌细胞 当身体太酸的时候 人体的这个细胞里面的 DNA就会突变 突变以后呢 它变成就是能够 适应这个酸性的环境 不好的环境 所以癌细胞 它基本上是一个竞争 下面的一个强者 它不再受人类的 正常的免疫系统控制了 它就自己在生长 所以这个就是癌细胞 我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说 怎么样要让这个酸排掉 排掉恢复正常 让细胞里面恢复 这个正常的酸碱值 所以我们讲 百癌同因 百癌同疗 就是说 不管你长的是什么癌症 其实在我们看起来呢 治疗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恢复 杀手细胞的战斗力 杀手细胞的战斗力 恢复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 恢复我们人体的作战系统 让我们的军队重新建立作战力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就是致病炎 要入侵我们的身体 入侵以后 我们身体的这个 先天跟后天免疫之间的这个桥梁 APC cell 就会出动 出动以后呢 他就会来做一些反应 这个就是致病炎 这是讲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问题 他把这个入侵者逮到了 然后呢 就把这个讯号传传传 传到这个细胞里面 细胞核里面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送信的死者放出来 跑到细胞核里面 他就会做一个通知 这个我们叫NFKB 他派死者出来 然后跑到细胞膜外面 跑到细胞膜外面 就在等部署要抓坏人 这样 要抓坏人 部署在细胞膜的外面 这个坏人入侵 再度入侵的时候 因为它里面已经做好 这个天罗地网了 就把这个坏人 入侵者抓起来 然后呢 这个头我们叫做抗炎 把它斩首示众 把它放到这个 推到细胞膜外面 推到细胞膜外面 以后就召唤这个 我们叫做 来自这个 凶陷的一个细胞 就把这个 免疫系统的这个 坏人的这个讯号 告诉他 他得到这个讯号以后呢 然后就会自己 离开 然后就去制造 免疫系统 就制造出各种 不同的这个 免疫细胞 来对抗我们的 这个入侵者 这个部分呢 就是引起 过敏啊 对抗病毒的部分 或者过敏炎的部分 这个就是 我们的巨石细胞 这个杀手细胞 这个就是我们的 免疫系统的一个 大蓝图 就好像 我们国家有 海军 陆军 空军 等等 警察 震报部队 宪兵 这个是白血球 他对于这个 入侵者 他会主动去攻击 那么这个是肥大细胞 引起第一型免疫反应的 那么这个是第三型 免疫反应的 我们就叫 巨石细胞 他会 抓住这个 入侵者 然后把它弄死 这个是我们血管 里面有红血球 过敏炎 跑出来以后呢 白血球就会 跑出 追出来 就好像你家来了 坏人 你跟他打了起来 警察跟强盗打了起来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免疫系统 就是靠这个TLR系统 来做一个先天跟后天的这个桥梁 那么如果阿兵哥病倒了 不会杀癌细胞了 就是癌的这个 发病的原因嘛 所以我们说 百癌通因 百癌通疗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人体 杀手细胞 身体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个细胞里面过酸呢 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问题 在这个 Otto Warburg 诺贝尔奖得主 他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有自由基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酸跟自由基是同步产生的 人体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堆积 这个酸跟自由基呢 就是说我们身体一直要有 会有废弃物产生嘛 我们人体有这个立腺体 立腺体就是细胞的引擎 内燃机嘛 一个细胞平均来讲 人有60兆个细胞 人一个细胞会有 最少1000个立腺体 立腺体就是细胞的引擎 就好像车子 有一部引擎嘛 我们一个细胞就有1000个 那我们人体一直代谢代谢 新陈代谢燃烧啊 很多这个葡萄汤啊 蛋白质啊 脂肪酸啊 人烧以后呢 就会产生废弃物 我们吃下来的东西 如果没有被消化的话 吸收就是大便嘛 只是浪费而已 那么吃进来的东西呢 大部分就是要由膀胱排出来了 所以膀胱是一个垃圾桶 这些垃圾主要就是酸 有酸也有碱 主要还是以酸为主 所以呢 我们身体一定要维持细胞外7.35到7.15 细胞里面7.2的这个酸碱值 所以我们尿哈 里面一定要有酸 中心是7嘛 我们为了要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酸碱值呢 就要把酸排出来 所以尿哈正常应该就是5 5.5以下还算可以 6以上就算异常了 尿的酸碱值 这个就是正常人 正常人你看细胞眼鼓鼓的 里面很多水 水呢 就可以把这个酸性物质排出来了 细胞里面本来有碱 不是 尿里面本来有碱物质 有酸的物质嘛 酸排出来 尿就变酸了 如果有一个人 这个尿是5 如果有一个人他尿是8.5的话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的尿里面没有酸 没有酸 酸跑去哪里的呢 酸就跑到他的身体里面了嘛 我们叫做细胞内酸中毒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这个理论的基础所在 其实好 我们讲新陈代谢疾病 新陈代谢疾病 其实就是所有疾病的源头嘛 那么什么叫新陈代谢疾病呢 其实好就是体质过酸 身体过酸 身体过酸以后呢 细胞里面过酸 好就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 按照这个我们的一个理论来分析 体质过酸跟自由基过多会产生产生下面的疾病 就是过敏啊 智力神经失调啊 还有脑神经发炎啊 还有代谢症候群 还有自体免疫疾病 最后呢就是癌症 所以你知道我们细胞内酸中毒跟自由基中毒 就是会引起癌症一个原因的所在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 新陈代谢疾病的四个阶段 你看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癌症嘛 再上来呢就是代谢症候群 那么什么叫亚健康呢 其实只要你的小便的酸碱值不够酸 酸累积在身体里面就叫做亚健康了 这个Dr. Otto Warburg 他得到诺贝尔奖以后呢 他的一个得奖的一个演讲稿里面就说 Once a cancer has started It becomes now an intracellular acidity program The key word here is acid 就是说他认为癌症 酸是最重要的致病的原因 他的理论当时其实并不是很多人认同 那不过他得到诺贝尔奖35年后 他还是坚持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他认为说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好像是遗传啊压力啊 自由基啊反式脂肪啊病毒啊 PM2.5等等 可能都跟癌症有关 不过癌细胞生长壮大的直接噪音 跟细胞内酸中毒是绝对脱离不了关系的 他的理论就一直变成有一个争议 没有很多人认同 不过我后来呢就拜这个Dr. Otto为老师 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太正确了 不过由1931年到2016年为止呢 我们医学界其实是没有办法定义 什么叫做细胞内酸中毒的 我们只能够定义细胞外的酸减脂 其实我本身以前也是做重症的 医师也是做了十年的急诊科医师 我非常的清楚 病人如果你要了解他血液的酸减脂的话 你只要戳他的动脉血或者静脉血 马上就可以知道他的细胞外 就是血液中的酸减脂 有没有过酸 有没有正常 可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细胞里面有没有酸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没有办法常规性的去检测的 不过大家听完我今天的这个演讲或者分享 就可以知道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很完美的检测细胞内酸中毒 酸性体质的这一个方案 各位如果想要更详细了解呢 你就搜寻一下这个王群光 自然诊所我另外还有一篇讲 酸性体质调整 对健康危害的这个讲座视频 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 怎么样判断人有酸性体质呢 就算就像前面我讲的啦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血液来检测 你只能够验尿 也就是说尿的这个酸碱值呢 正常它是应该是5的 我们这个是我的小便 我的尿永远几乎都是5的 最高大概是5.5 偶尔会有高一点 这个是我们检查我们的小便 把小便这个四指呢 这条四指放在尿里面 它就会呈现1 2 3 4 5 五种不同的颜色 这个叫做酸碱值 PH5 6 7 8 9 大部分癌症病人 他的这个酸碱值都落在7 8 9之间 所以说这个酸性体质要怎么定义呢 它的盛行率是多少呢 其实我的定义呢 就是说尿的酸碱值如果超过6的话 细胞里面的酸碱值就会小过7.2 它的盛行率呢 大概是85% 我们一般上 大家都知道 会测血压心跳 血糖血红素 血氧浓度 可是呢 几乎很少人去测尿 我们如果说在医学上的判读 好像把这个尿的酸碱值 认为不管你是56789都算是正常 其实这个解读是有很大问题的 是错误的 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12月初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的参加会议的人有40多个 我们就做了一个检测 就是帮人家验尿 发现大部分人 他的尿的酸碱值都是落在这个7跟8之间 大概就是有85%的人 他的尿都是有不够酸的 就是说大概有85%的人 他的这个都是有酸性体质的 尿不够酸嘛 有酸性体质的人 可能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 自我感觉良好 其实他的疾病也在酝酿中 等到发病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木已成舟啊 生米煮成熟饭了 所以我们对于健康 不能只是看你检测的这个 GOT啊 GBT啊 BUN有没有高啊 高的时候我们叫做抛锚了 我们不能等到车子抛锚才来修理啊 平常就要保养 所以说1931年 这个诺贝亚奖得主提出 细胞内酸中毒啊 intracelular acidosis 是癌症的成因以后啊 一直到了2012年 才有一本书叫做 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说癌症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那么2010年年到2012年到现在呢 差不多四年来 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一些概念 已经全面的得到了医学界的肯定 就是癌症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谈一下 怎么样营造一个对癌细胞不好的 对杀手细胞好的 都是碱性环境 就是要把我们身体变碱嘛 那么我们要利用的方法 就是水电解氢氧气咯 其实就是氢气 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用水 水把它电解 或者离子交换变成氢跟氧 然后呢 再把这个氢跟氧吸到身体里面 它又会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变成水 所以说诺贝尔奖得主 另外一个是1953年的 他说 他叫做Crab 我们叫客室循环 他说我们身体 其实是会制造水的 我们叫做Endogenous Water 它是会制造水的 制造了水呢 可以把过多的酸 细胞里面这个过多的酸 冲到细胞外面去 所以说是我们细胞内酸中毒 就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 制水的功能出了问题 所以当我们氢跟氧吸到身体里面去的时候呢 我们的氢线体其实就是一个类似我们的现在工业用的这个氢燃料电池 它是可以烧氢的哦 可以用氢跟氧拿来做燃料 这个是氢线体 这个是氢线体 这个氢线体 这个氢线体其实它就是一个跟氢燃料电池的原理其实蛮接近的 这个就是氢线体 氢线体燃烧葡萄糖跟脂肪酸 葡萄糖 脂肪酸 用这个葡萄糖跟脂肪酸上面的氢来燃烧 这个氢呢就变成二氧化碳放出来 这个就是氢线体 氢线体的整个结构 它就是有一个充电的功能 还有一个制水的功能 这个我们叫充电器 我们叫Cytochrome Oxidase 这个叫做ATP合成器 叫做ATP Syntax 所以我们吸进的氢线就会变成水 就直接这个是氢 这个是氧 就变成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鼻吸管 你看我们把这个氢氧 制氢 制氢肌 制氢肌 把它放出来 打开 就会有水泡 这个水泡就是氢跟氧 我们把它这个让人给直接吸进来 吸进来 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氢的浓度就会上升 氢它是没有办法残留的 我们人体关不住氢 你氢本来没有的 你一吸氢就上来 可是你一停止吸氢 氢马上就消失 所以氢 在我们身体里面是不会残留的 我们身体如果立腺体出问题 比方说化疗啊 放疗啊 辐射性伤害啊 或者各种种种的原因 让我们的身体 产生了一个 这个制水机坏掉了 充电器坏掉了 就会产生这个自由机 OH我们叫做自由机 切少了一个氢 自由机有很多种类 自由机就是一种活性氧 好的活性氧 我们不叫它自由机 下面这几种 坏的活性氧呢 就是有这个OH是最坏的了 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这个自由机呢 坏的自由机 它会损害我们的这个 立腺体的细胞膜 细胞膜坏了以后呢 会变成立腺体的膜会漏电 漏了电了就没有办法充电了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漏了电以后 它就不能制水了 也不能够充电了 所以这个就是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阿兵哥身体里面 一直发高烧 发高烧就等于是 太酸嘛 身体里面太酸 它身体里面都已经不好了 已经没有力量了 怎么去打坏人呢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恢复 清晰进来就可以这个变成水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机制 这个氢拨下来 食物上的氢 这个就是氧气 这个充电以后的氢 直指呢 然后就又再合成水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正常的运作 立腺体损坏以后呢 会有什么后果呢 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我们几乎所有的疾病 都跟立腺体的这个崩坏损坏有关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图就是说 立腺体损坏以后 这个阿兵哥就不工作了 他就罢工了 他不是罢工 他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杀癌细胞了嘛 还有就是说 我们吸了氢以后 氢它会帮我们身体制造很多水 氢跟氧 本来它是水 吸进身体以后 又变 电解以后 又会变成氢跟氧 吸进以后又变成水 变成水呢 他就把身体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了 就好像洗厕所一样嘛 有水把脏东西洗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由基 自由基 其实它跟酸是一起产生的 我们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仪器 就是一个玻璃瓶 你把尿放到我们的 放到这个玻璃瓶里面 它就会呈现十种不同的颜色 这个十当然是不好啦 这个一是好嘛 那么可是 我们要知道人只要你有呼吸 就不可能不产生酸跟自由基 它是一定会产生的 我们最怕的是酸跟自由基排不出来 如果能够排得出来呢 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有什么疾病 像这边有一个人 你看 它的自由基好浓好浓 我们正常是十 它的自由基我看是不止十啦 所以我给它标十五 它是一个 我说它是一部开了87年的老爷车 因为它已经87岁了嘛 可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医师 它几乎非常健康 没有什么疾病 没有什么疾病 它自由基很多 可是它自由基可以排得出来呀 可是你看它自由基很多 OH我们叫做最强的自由基嘛 它OH这个碰到氢以后呢 它就变成水 所以大家看前面 它就是自由基被中和掉了嘛 被还原掉了嘛 就变成自由基比较少了 十五变成八 所以说我们说 氢气它可以把这个坏人变好人 它有这么强大的这个还原的功能 因为氢是一个最好的还原剂嘛 这个OH它是一个自由基 它缺电子 既然你缺电子 我就给你电子嘛 就变成水啦 好 这个是我本人的一个尿的测试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常测试啦 有一天9月25号 2016年9月25号是台风嘛 我就没事 我在捏一个尿 我自己吓了一跳 糟糕 我的尿怎么自己有这么多啊 我就吸氢了 一个小时 产氢量是70个公升的 结果吸的四个小时还是这样 我想产了 我怎么办 难道我有癌症吗 结果我再吸四个小时 变成这样 就是前后八个小时 自由基就中和掉了 真的是好家债 好家债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 过动加妥瑞的一个小朋友 他的脑泼就是动一动 身体动个不行 你看他的这个3D立体脑泼 就变正常了 吸完清衣 到这个外面的一个保健管去吸氢 你看他的尿本来是漆的 我们讲脑细胞酸中毒 吸完清以后呢 他的酸简直就变成5.5了 然后他的自由基也排出来了 自由基跟酸本来累积在身体里面 自由基排出来酸也排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标准的个案 那么这一个病人 更麻烦 他是一个十多岁就长肝癬的一个病人 一直吃药 一直治疗 西药能够吃的也吃了 中药能够吃的也都吃了 他来看我的时候是32岁 我跟他测自由基 没有自由基 是1 如果你不明究竟 你会以为是正常 可是呢 他到外面的清阳馆 保健中心 去体验的清回来 他的自由基 既然变成最浓 所以他很生气 一直在骂 说为什么我们有自由基 变成有自由基 你们怎么搞的 后来我跟他说 拜托 膀胱是一个垃圾桶 我帮你把身体里面的垃圾 细胞里面的垃圾 赶出来了嘛 他的尿也是没有酸的 身体很酸 酸跟自由基同步中毒 我同步帮他解除了一小部分 当然如果我们去用氢来 用水电解气排酸的话 一定要排到5 才算排干净 像这边一个人也是这样 你看他这个自由基 7.5还是7.5 就是尿的酸碱质并没有变 这个里面的样品是尿 他在这个酸碱质都没有变 自由基好像有排一点 这个时候只是排血管里面的自由基 可是再吸下去 自由基细胞里面都赶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自由基 不是测你血液里面的自由基 你还要测量你细胞里面的自由基 像这边有一个躁郁症的病人 他也是这样 他吸了大概四个小时 他差不多280个公升的水电解氢氧气 差不多吸了12万cc的氢以后 四个小时 他的尿是这样 就是他的自由基 尿酸简直没有变 7.5还是7.5酸排不出来 所以他只能够排血管里面的自由基 血管里面排到没有自由基了 可是我们继续吸下去 又变红了 这个什么意思呢 表示吸了大概20几万cc的 这个总量以后 氢以后 他的血液里面的排光以后 再来排细胞里面的酸跟自由基 所以你看就降低了7.5变6.5 酸也排出来了 自由基也排出来了 像这边的一个人 就是你看他的尿是9变8 然后变6 排到最后又恢复减性 排到没有东西好排 没有酸好排 他的这个自由基也是 你看没有自由基 排到自由基排出来了 更浓了 最后呢 又更少了 又变少表示说 你家里的垃圾丢光了 垃圾桶又是空的 所以说各位如果要知道 这个细胞内怎么排酸 可以搜寻这个黄志 YouTube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另外一个一个小时的视频 或者进入 王清光自然诊所网站 点这个第一个视频就可以看到 我们再来讨论氢 氢是一个叫做高度选择性 抗自由基物质 最强的抗发炎的物质 我们叫 highly selective 我们如果做一个实验 把这个铁钉放在这个水里面 它就会铁钉就会生锈 可是是你把这个氢灌进去呢 铁钉就不生锈了 可以证明它的抗氧化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同时我们知道 很多科学实验证明 氢它是高度选择性的 这个身体里面对人毒性最不好的这个自由基 最强的它是专门对抗这两个东西的 它这些好人它是不杀的 不会把我们的好人都杀掉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抗氧化抗自由基的物质 就是hydrogen 就是H2 那么怎么样证明我们吸的是空 不是空气是氢跟氧呢 其实我们只要给它燃烧就知道 大家看到这里会有火焰出来 所以你吸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抽烟 不要点燃 这个很少量是对人体绝对没有受伤的 你不要收集一个大气球 它会爆炸的很大声 因为我们吸进去的这个氢跟氧 它随时就飘走了 没有吸进去就到人体 没有吸进去就跑到空气中 氢跟氧 氢跟氧有没有毒性呢 氢有没有毒性呢 我们来看看 氢它是世界上最氢的一个原子 原子量只有1 我们人体里面也有五六公斤的氢 那么在我们人体里面呢 80几个percent是水 水就是氢跟氧做的嘛 所以我们氢原子在我们身体里面占了62% 我们身体也有好几五六公斤的氢 占9.5%的重量 还有宇宙间 hydrogen 氢占73% 氦占25% 整个宇宙连太阳里面都是氢 那么这个氧占1% 你知道的碳啊氮啊金银铜铁 全部占1% 所以说我们厂子呢 一天大人的大厂 一天也会产生14公斤的这个 产生14公斤的这个氢 让我们身体来使用 所以说 氢安不安全呢 好 我们来看 空气中本来就有氢嘛 只是量不是很多 那么宇宙中 都是氢啊 那么我们自己的大厂还会制造氢啊 14公升一天 人体中氢占62%啊 氢原质 氢还用来做这个潜水气体呢 深海潜水 我们都用 78%的氢 来取代 78%的氮 这样人才不会 得到这个潜水肤病嘛 只要养够 养大概能够到16个percent 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会造成缺氧 那么我们吸的氢 如果你一分钟500cc的话 一个小时差不多三四公升的话 大概你吸的量只有4% 是非常非常绝对安全的 很多文献 都有 都有过 都有提到 这个 这个是我搜集的800多篇论文 你只要Google 新分子医学保健疾病医疗论文汇集 你就会看到800多篇文章 所以我们氢 在我们的 这个治疗癌症里面啊 它扮演的不是一个什么药物有疗效的 它只是帮我们把 清把这个酸跟自由基清掉而已 它是一种保健的东西 还有就是说这个热疗 热疗把我们身体热到 本来37度的嘛 热到39度半到41度C 在台湾 像万芳啊 秀船啊 星光啊 麻洁 软中和 他们都有这个 深层热疗部门 就是做热疗的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叫PET 正值扫描 打葡萄糖同位素进去 就会 这个电脑断层看不到癌细胞 这个癌细胞吸收 葡萄糖是正常细胞的30倍 它排出来的酸是 正常细胞的40倍 这个就可以证明 癌细胞 喜欢吃葡萄糖 我们这边来看一些个案 有一个癌症病人 他40岁 他刚来已经10公分了 10点4公分 医院建议他不必开刀了 因为已经转移了 很多地方转移 那么后来医师还是 拜托他 还是开了 不过医师声明说 第一我拿不干净 第二化疗放疗都不用做了 做了也没有意义 后来病人来找我们 我们就接手 经过差不多半年 就发现他的这个 癌病毒指数600万变正常 然后呢 他的蛋白变正常 他现在呢 本来被认为说活不到两个月的 现在已经回去上班了 还非常健康 这样 然后呢 我们除了照前面讲的一些 跟后面讲的一些 生痛隐私疗法以外呢 他对这个清的指形是非常彻底的 他一天吸清的时间 包括晚上睡觉也带着吸 他这个 这个睡觉前都是这样 红色的 睡醒都是变成排到没有自由基好排啊 酸排啊排排到变减 就是说 酸排到细胞内没有酸 减排到这个 这个自由基排到没有自由基 这个八变二嘛 嗯 这边 这个是一位肝癌的病人 肝癌末期 他也是经过我们呢 一代一代一代 所以我妹妹对我的照顾 我忠心的 这一次 这一次 我们很庆幸的 我改变我的睡眠 我现在渐渐的在 自我疗疗 还有那个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病人的病史 他2008年发现 幼肝有肿瘤4.6公分切除 2011年呢 又长出三颗一公分的癌症 在溶肿做光子刀 到了2015年呢 又发现 就是去年发现有肿瘤2.6公分 医生认为说不能做光子刀了 不能烧灼了 就建议他做 这个酸塞 可是他自己亲戚朋友里面很多做酸塞 做酸塞其实 效果也不理想 所以他妹妹是护理师嘛 就来找我 后来我们就给他做 生痛饮食啊 吸水电解清氧气啦 还有就是断糖啊 等等 然后后来就发现 10月去看啊 2.6公分的癌症就变0.9公分了 到了2016年1月 到了今年8月去看啊 都没有看到癌细胞了 他甚至曾经想要去做电烧 1月的时候发现太小了 不容易定位 定位了两次啊 好就放弃了 不做了这样 他到现在呢 所有的指数都正常都回诊的 好 我们都有病例留起来 好 讨论就是说 癌症 他的这个治疗 其实就是就是要把恢复白杀手细胞的战斗力 就是这么一个核心而已嘛 那么其他讲的都是手段 都是方法而已 如果你做化疗放疗呢 当然你也不免得会杀到你的白血球 杀到你的黏膜细胞嘛 可能癌杀手细胞也被杀死的也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说全身性的癌症的这个化疗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完美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有一个长了五个癌的 51岁男性患者 他一共长了肺腺癌肾癌脑癌骨癌肝癌 他的病史是这样的 他在2010年4月发现右肝上方有这个肺腺癌 后来就是手术切除没有做化疗 六个月以后呢 又发现右肾有一个一公分的癌细胞 肿瘤 然后切除掉 也没有化放疗 四年后 他发现自己咳血 X光 X光照出来呢 就说是胸隔腔有肿瘤 结果做了20次的放疗 后来也就没事 可是过了差不多两个月 又发现脑部有两个一公分大的肿瘤 就接受这个电脑刀 电脑刀治疗 治疗后也还不错 没有什么后遗症 那么又经过一年后 又发现骨喷腔 有肿瘤 就造了六次的放射线治疗 到了今年7月 他发现 被发现肝脏也有肿瘤 后来电烧了第一次呢 找不到癌细胞 找不到有癌细胞 后来可是追踪的电脑断层 追踪的结果 发现还是有 所以又做第二次 那么第二次还是没有发现癌细胞 所以医生就没有再建议做第三次了 虽然阴影跟肿瘤的影像还在 这样 我有问他说 你这些到底是研发性癌症呢 还是转移 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因为没有切片 不见得每个地方都有切片 只是直接治疗而已 所以也搞不清楚 他上面所有的治疗 都是在台大做的 这个是我们 他第一次来门诊的时候呢 这个听打记录 我们跟诊小姐的 会把病人的每一句话都打下来 他第一次来门诊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他的酸 尿的酸碱值怎么会扒呢 这个就印证了 我的一向来的这个思考 就是说 绝大部分病人 癌症病人 他的尿的酸碱值 都是偏碱的 就是酸累积在身体里面没有排出来嘛 后来我们请他到外面的这个保健馆去体验一下 氢氧气 结果他的酸就排出来了 那么他5月13号来的时候出诊的尿的自由剂是这样 结果体验以后呢 自由剂就排出来了 自由剂就排出来了 这个也是癌症病人的一个典型象征 典型发现就是 他自由剂排不出来 累积在身体里面 酸排不出来 自由剂同样也排不出来 靠轻才排出来 结果后来就没有再来门诊 也没有联络 因为我们很少追踪患者 都是他们主动来联络 那么他12月17号 就是今年嘛 2016年12月17 他来咽一下尿 是5 没有做其他检查 他这个时候已经 有开始按照我们的建议做生酮饮食了 通常做生酮饮食以后的人呢 尿的酸简直都会到5 那么他12月21号 又再来做一个 比较整套的检查 我们发现他的尿本来是5的 后来体验了清氧气以后呢 就变成6了 就表示说 他本来就是身体有在排酸嘛 排到没有东西好排了 身体已经干净了 又恢复尿的碱性 这个就是他12月21号的这个检查 他本来就是有在排自由剂的嘛 就是排完呢 体验完清以后呢 就被中和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想要的一个 最理想的一个叫完美脊症 完美脊症 排症自然疗法里面 你一定要用尿的酸简直 看他的变化 还有自由剂的这个变化 来去印证他这个人会不会再发 他门诊的时候呢 我有跟他做了智力神经检测 我一看 我心里一直往下沉 第一他心跳很快102下 那么他的这个神经活性 本来21的他是8 交感367的他17 副交感51的正常他是6 我想完蛋了 这个人可能就快要不行了 因为立腺体已经坏掉了嘛 我就让他去外面体验 我想说体验完如果还是没有降 心跳没有降这个没有提升的话 大概就凶多吉少了 可是很幸运的 他体验完他的智力神经活性21 变23 副交感51变59 心跳降到83 我跟他笑说 我说你会活到120 如果一直在保养身体的话 这个表示他的立腺体没有坏掉嘛 所以说这个癌症 不管你怎么样 不管做哪一种中药西药 你还是必须注意把你的酸跟自由基 都排出来 或者是 就是说排得一干二净 排到没有酸好排 排到没有自由基好排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基本原则 所以说自然疗法就是很简单 后面会讲到二氧化碳 这边要断糖或者低碳 低碳 低碳水化合物 他必要吃甜食 还要吃到够的油 后面还会提到 还要清呢 它不是一种药物 它只是一种保健的方法 它帮你排掉你细胞里面的酸跟自由基 就这样而已 所以说我们要讨论的话 就是说 癌症不管你有多大的 多好的几百万几千万的仪器 你都比不上 你的这个生酮饮食 跟这个排酸 生酮饮食自己就会排酸 后面还会提到 饮食 就是说 要把饮食调整 酸跟自由基才有可能排出来 我们对于这个刚刚长癌症的人 我们怎么跟他互动呢 如果有病人问 我会跟他讲说 第一 你最好先看肿瘤科 医生说要怎么样 你最好就照他的方法去做 这个是我第一个建议 因为我们不要捞过界 我只是做自然疗法的医师 如果你对我有信心 你要来用我们这个方法 我当然不可能拒绝 我觉得可以先试试看 不过我都会建议说 如果你有去做这个化疗放疗的话 你同步做自然疗法 保护你的免疫系统 这个是把你的酸 跟自由基排掉 这个对你是有绝对 绝对 绝对 绝对的好处的 还有就是说 要想办法 不管是生酮饮食也好 还是其他的方法也好 把你的酸跟自由基排得一干二净 排到细胞里面再也没有过多的酸 没有过多的自由基 还有就是说 你就算去做化放疗好了 如果你有同步做我们后面 前面讲的这个自然疗法的话 百分之百可以降低 癌症化放疗的副作用 好像吃不下啦 口腔亏烂啊 恶心啊 这个掉头发啦等等 几乎都是非常有效的 再来呢 我会 病人如果问我说 那我可以不可以先做自然疗法呢 我会跟他说 你这个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啦 因为癌症有一个细胞 长到你可以诊断出来 可能很多很多年 可能三年五年十年啦 那你为什么不要为自己争取两三个月的机会呢 看看癌细胞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会不会变小啊 如果会的话那不也很好吗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不怪力乱神的 非常中肯的一个讲法 我们怎么样评估癌症自然疗法 的疫后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要做癌症自然疗法 我们要接案 要有一些 基本的条件 第一 你不能有器官衰竭的情形 如果已经插管了 呼吸衰竭了 我们怎么可能帮得上忙 还有更多的人是肝转移了 起初没有来 给我们看 一直到最后呢 肝昏迷啦 黄胆啦 腹水啦 然后整个都衰竭啦 我们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通常这种个案也不结 还有就是看你的立腺体 有没有严重受损 后面还会再提到 就是这个立腺体 看有没有坏掉 因为这个立腺体呢 如果自语剂太多 会把这个立腺体破坏 自语剂破坏 这个膜破坏 会把这个充电器破坏 会产生漏电 漏电以后的病人就很麻烦了 还有就是说 智力神经活性不可以太低 心跳不能超过一百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因为智力神经的表现 就是跟立腺体有关嘛 立腺体坏掉 智力神经当然就高不起来了 像这边一个癌症病人 癌症默许 这个是我们比较早期的一个病人 你看他的这个 活性智力神经正常二十 他只有六 副交感一失业 他只有八 副交感四十九 正常他只有五 心跳应该七十 他九十六 结果呢 治疗前后 门诊治疗了两个半夜 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 这个我们就把他列为疫后很不好的一个患者 还有有一天来了一个病人 他说他很累 平常很累 每天都很累 睡觉醒也累 他没有看过医生 也不知道有什么病吗 他第一次出诊就给我看 我一听不得了 他的肺一边没有听到声音 我们就叫他去 这个第二天 叫他当天就去挂急诊 他去做检查 说抽了这个肺积水 说是肺癌 那当天我们跟他做自立神经活性也很差 你看正常二十他只有三 副交感一失业 他只有六 胶感六 副交感四十九 只有以心跳一百零三 他第二天抽完这个胸腔技术又来 自立神经还是很差 体验完这个清氧气 还是很差 去外面的保健馆体验 像这样我就说 我就没有 这个案子我就不接了 这样 他有一个男生四十六岁 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是癌症化疗 很多年了 最近有肺积水 那么他的自立神经是这样 你看正常二十二 他是四 活性 整体活性 就好像 自立神经就是我们身体的能量 交感正常一八五 他只有六 副交感六十七 他只有三 心跳正常七十 他只有107 这种是非常不好的意后 然后体验过清以后呢 他也是几乎都没有变化 这是一个我们叫 Poor Pronosis 就是意后非常差 连我们做 不要说一般的意思 我们做自然医学 在看到这种个案 我们也都不敢接 好 再来就是 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再来 他就问我说 我能不能去做化疗 当然我说尊重你的意思 我说不过你现在身体很差 你要不要养好一点 再做化疗 后来他还是去做化疗 你看 我们叫气若由失 这个心跳很快 后来就没回来了 这样 这边也有一个51岁的肺积水 他是一个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忽然间就找不到人 原来说 跑到这个 医学中心去挂急诊 所以肺癌末期 第四期 那后来当然他接受一般的治疗了 化疗啊 什么全部都做 做完以后呢 他就来我这里 我发现他这个 智力神经活性都很低嘛 21的他是10 11的他是10 复交感是9 他是3 心跳99 还蛮快的 可是他13号当天 接受了我们的一些处理以后呢 心跳就降到82 智力神经活性也提升 到了17号来 前面是5月嘛 两个月后治疗以后呢 哎 好很多 心跳甚至到了68 这个标准值活性是10的 他甚至有到了十几啊 16啊 效果非常的好 结果呢 好归好 可是 他也活了差不多两年 前一年效果非常好 结果后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乖的病人 医生说你会不会担心你身体里面他有残存的癌细胞啊 又建议他做低剂量的化疗 后来大概过了 过了差不多前后大概两 又再过了一年多就过世了这样 所以我们是觉得 我们当医师只是尽量帮忙病人嘛 那么病人呢 他自己本身对自己身体有这个一些最后的选择权嘛 我们都给予尊重 所以这个患者他前一阵子听说已经 已经过世了这样 好 还有就是说患者一定要能够配合了 把这个自由基都排得一干二净 比方说我们叫他吃生通饮食 他说哎呀油好难吃哦 吃不下 请他这个用排这个尿的变酸 自由基排出来 他也做的这样 好像说都都没有按照时程去做嘛 好像以为有做就好 或者根本就不想做这样 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像这个癌末病人 他就很认真了 把自由基排到没有自由基 把酸排到没有酸 他好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哦 像这边有一个也是癌症病人 50多岁 癌末 他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癌细胞本身也会产生很多自由基 这个自由基吸了8小时 有时候甚至体验清氧气 20个小时都还排不干净的 还蛮多的 所以说这个自由基是一个 对身体杀伤力非常强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如果只要能够吃得下 吃不下看是不是开一个这个 Gastrostomy 味噪罗拉等等 是怎么样 要有消化能力 不然 不然要怎么治疗 当然一直瘦一直瘦 杀手细胞也得不到养分嘛 所以说最后我们来谈一下 断糖真的能够饿死癌细胞吗 是不是以而传而呢 我基本上我不大认为 断糖能够饿死癌细胞 为什么呢 虽然癌细胞喜欢糖 可是呢 市面上 市面上也很多吗 断糖啊 饮食啊 断糖的书说可以治疗癌症 其实我是不认为 断糖就可以治疗癌症的 还有其他配套的措施这样 就是说 你断了糖要吃什么呢 就要吃油脂嘛 我们人是用这个葡萄糖 做燃料的嘛 癌细胞好你不吃 你不吃以后能不能就没有糖了 不会 蛋白质还是会变成糖啊 你身体还是会维持 有糖啊 人不可能没有糖的嘛 那么我们如果吃脂肪 脂肪的话 它的太常炼 我们这个脂肪 没有办法代谢 所以说 细胞可以代谢这个葡萄糖 六碳糖 也可以代谢 8到10个碳的脂肪酸 可是这个很常炼的 一定要把它切切切切 肝脏把它切成铜 铜才能够取代葡萄糖 当成我们杀手细胞的燃料嘛 当老细胞的燃料这样 我们叫生酮饮食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 不管你是二多角 我们你断食一个月好了 你第一天 你的这个蛋白质会有75公克 会转换成葡萄糖 我们一定要把葡萄糖身体要维持55到75个米里 米里之间 不然人就会休克嘛 人就会糖尿病 血糖低昏迷嘛 那么就算是到了第十天 还是会有20公克的 葡萄糖蛋白质变成葡萄糖 这样 所以说我们人会自己消耗葡萄糖的嘛 因为有很多组织器官是不能够没有葡萄糖的 所以说断糖身通饮食真的能够饿死癌细胞吗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存疑的 我认为断糖身通饮食对癌症有帮忙的积转 它不是饿死而已 它是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排酸 所以说酸性体质形成的原因呢 最主要就是淀粉湿太多 淀粉湿太多就会酸性体质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立腺体燃烧葡萄糖 它的效率比较差 一个葡萄糖会产生 燃烧产生六个分子的二氧化碳 六个分子的水跟38个ATP 38倍6除就会得到6.33 它这个是它燃烧的效率嘛 产生能量的效率 可是如果你燃烧的是脂肪酸的话呢 它的效率比较好咯 就16除129 129倍16除得到8.6 所以说燃烧脂肪酸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效率会比燃烧葡萄糖好 27% 将近三分之一咯 所以你如果用 不要用太多葡萄糖 用多一点脂肪酸的话 你的废气物 CO2就会比较少 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病人 你看 他就是他不是癌症 他是一个血压负高负低的病人 我问病史 我一看尿是8 体验完7以后变成5 自由基排不出来 体验完便排出来了 他说 他虽然没有什么吃很多淀粉 可是他最近呢 每天喝100多cc到200cc的这个蜂蜜 人家送他蜂蜜 他认为可以养生嘛 结果我马上 他的症状是血压负高负低 有时候高到200多 有时候低到100以下 所以他就是很不舒服啊 胸闷啊 倒汗啊 自力神经失调 所有症状都有了 所以我叫他马上断糖 生酮饮食 结果呢 第二次来还是这样 那么一个月 差不多一个月后 他的酸就自己排了 你看 本来 本来是这个 呃 本来是8的嘛 后来变成6.5 体验完亲又变5 然后自由基有自动排了 后来再排了更多 这样 8变9 你看 这个是自由基排不出来 体验的亲才排出来 这样 所以他 从此以后 他就没有再到急诊室去了 没有再去挂急诊 血压就正常了 所以说断糖生酮饮食 对人体是非常的重要的 再来就是油脂 好油吃的不够了 我们油啊 每天 要吃多少 后面谈 就是Omega3 369 3跟9 我们都是补充3跟9 一天要补充到足够 因为我们的细胞膜都是369 36做的嘛 那Omega6不会缺乏 Omega3都会缺乏 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生酮饮食 最好 这个一般人的能量来源50%来自碳水化合物嘛 如果能够吃到足够的油脂也不错 那么癌症的病人我们建议他 葡萄糖淀粉 水果馒头 包子 地瓜马铃薯 这些碳水化合物 尽量减到能量来源的10%以下 或者2% 然后提高这个脂肪的摄取 这样 啊 并成我们讲的生酮饮食 前面谈过 这样你血液里面会出现酮 如果你一直吃淀粉的话 你身上几乎都不会有酮 可能0点几而已 你如果有烧酮的话 就是用酮燃烧 血液里面的酮会上升 这个我们叫生酮饮食 那么癌细胞 如果他身体里面很酸的话 他当然动不了了 他怎么有力量去吃癌细胞呢 如果你没有吃到足够的脂肪 细胞 癌细胞没有足够的能量 他也不可能去杀癌细胞啊 所以我们认为说 低脂饮食大错特错 因为大概好几十年前 百年前美国就有争论 人要依赖葡萄糖好呢 还是依赖脂肪好 其实我们要现在已经有论证出来了 其实要尽量多吃油脂 我本人也是做断糖生通饮食的 你一天一般人可见油 最少要吃到一公斤体重一cc 能够吃到两cc是最好了 其实说一个六十公斤的人 一天看得到的油 Omega-3Omega-960cc是跑不掉的 不然就很容易生病 一定要吃到足够的油 可见油跟不可见油 不可见油是指黄豆啦 肉啊这些东西里面的油 再来呢就是 要注意空气的流通 不要形成酸性体质 空气要流通 因为我们的人体呢 吸进来的二氧化碳 空气中是400嘛 突出来是5万 这个我来示范一下 你看在这个 这个是二氧化碳检测仪 我吹一口气 本来是900多的 就变成200多400多 最后会高过1万 然后又回来8000多这样 所以二氧化碳 我们身体一直在产生 我们身体一直产生二氧化碳 刚才不是说过5万吗 这个二氧化碳产生以后呢 燃烧 要跑到哪里呢 要跑到肺脏 要呼出来啊 呼出来这个是肺泡 肺泡要行呼吸作用 那这个呼吸作用 就是说 二氧化碳这里面是肺泡 二氧化碳要跑出来 氧气要跑进去到血管里面 如果你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很高的话 二氧化碳就跑不出来了 跑不出来呢 就累积在身体里面 身体里面 因为二氧化碳加水 会变成碳酸嘛 会变成这个 好像碳酸饮料 这个碳酸 酸离子 就好像有一次 我几例来说 有一次 我这个 关窗 睡觉 没有开窗 起来尿是8 我自己尿通常都是酸的 都是5 那天竟然是8 吸太多二氧化碳 后来我体验了氢以后呢 就变成5.5了 这样 所以说 我的结论就是说 前面有提过嘛 就是氢 生痛饮食 断糖 二氧化碳 用甜菊 取代糖 或者完全就不吃糖了 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治疗癌症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 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呢 就是 搜寻这个黄色的这个 字眼 你就可以上YouTube搜寻 或者是到我王清光自然之人所的网站呢 你搜寻这些 好 就可以看到 谢谢